最近很火的国产良心古装剧《孟华露》终于大结局了 有的剧粉说这个大结局让孟华露直接疯神 狂打黑粉的脸 好家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那么结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就来讲讲孟华露的大结局 为了防止大家忘了孟华露在讲什么 先简单梳理一下故事的开局 故事开局 三位女主角 赵盼儿,孙三娘,宋颖章都发现自己的对象是渣男 赵盼儿一气之下来东京讨说法 孙三娘气到跳河后被捞上来 跟赵盼儿一起去东京 宋颖章被人渣对象囚禁 后来被好姐妹们救出,也去了东京 三个好姐妹一起在东京发挥自己的特长 做起了茶库 那么最后,孟华露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赵盼儿去开封府,告状欧阳旭毁婚 谁知自己一个月级的身份在这告状根本不好使 咱赵盼儿敢作敢当 直接跑到阙门外的灯鼓院,敲鼓告状 可谁知,这敲鼓告状也是得付出代价的 由于赵盼儿要告的事不是烧杀抢掠 只能先挨二十丈再继续诉讼 只见赵盼儿一边被打 欧阳旭一边叫好 赵盼儿的亲友一边心疼 见赵盼儿都要被打死了 顾千帆于心不忍跳出来给赵盼儿求情 他怎么求情呢? 他跑去拿刀抵在皇后的脖子上 给盼儿求情 皇后一看 您这都快要我命了 小姑娘也挺惨 那就不打他了 直接申吧 现在赵盼儿的案子终于可以继续了 赵盼儿说他毁婚 欧阳旭说 不听不听你无限 赵盼儿说给你看个宝贝 于是掏出了对方的三代籍贯和生辰八字 证明双方的亲密关系 欧阳旭说不认不认你乱讲 宋银章这时冒出来 带着证据证明 执法犯法残害德书和子民 欧阳旭一看 好嘛 都被捶成这样了 那我就发疯吧 于是欧阳旭被带走 还为群众丢菜烂叶子 以后欧阳旭只能看着赵盼儿和顾千帆 眼神拉丝 自己捧头垢面 啃山药拉丝 就这样 欧阳旭这一害群之马 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 这时 官家化成阿拉丁沈登 要赐予三姐妹一人一个愿望 孙三娘说 想要奉官侠配和杜丰长结婚 宋颖章看着差点被打死的赵盼儿说 想要登文古院免除月级帐行 赵盼儿心怀天下 说想要天下人不再封贵贱 除去贱吉 这话说的把在座的全都感动坏了 多好的一个小女娃啊 官家说 好的可以 但我得慢慢来 就这样 在故事的最后 永安楼生意爆裹 都来看第一琵琶手 宋颖章 孙三娘如愿以偿地穿着凤冠霞配 与杜丰长结为夫妻 顾千帆和赵盼儿也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总的来说 孟华路的结局还是很美满 该填的大坑都填上了 就是有些小问题 例如宋颖章的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没有交代 但至少 这部剧中恶有恶报 帅有善报 聪明善良的女孩们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结局 女孩们在事业有成的情况下 还能跟自己喜欢的人谈谈恋爱 邪恶的渣男们被疯狂报应 从这些点 其实就可以看出 这部剧是有一定的目标观众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部剧好看 因为剧情的服务对象 却是很对当代一部分观众的胃口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部剧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 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的点 就拿刚才姐说的结局举例 这个顾千帆为什么要等赵判尔快被打死了 才上去求情啊 心里没脸数吗 那几仗打下去人会成什么样 赵判尔说好的独立大女主呢 怎么总是靠待男人帮啊 除了这些细致末节的剧情问题以外 可能全局最大的问题就是硬生生的把当代的价值观 套入古装剧 从而显得很多设定有问题 然而孟华路中规只是一部电视剧 电视剧的主要功能还是让人快乐 如果一些剧情人物上的离谱设定 让观众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 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那么它是否能被称之为好看呢 面对这个问题 每一位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了 所以如果要问孟华路是否好看 那就得靠观众自己亲自去体验体验了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